21日,Big Bang五名成员全体出演了综艺节目Radio Star 节目中,成员们使出浑身解数,不断搞笑挽起圣诞模仿 也互相扯出十年来没有对外说过的爆料 让整场节目毫无冷场 太阳谈到了和女友敏笑琳的故事 称眼鼻嘴写的是自己的恋爱故事 太阳说,曾经有人说这首歌是跟我不认识的人有关的歌 其实这是我与敏笑琳交往时写的歌 大声则表示,太浪漫了,在MV中相遇 为了爱情又写了首歌 等我有女朋友的话,应该唱首,眼鼻嘴 基地也自爆 我觉得我是太阳和敏笑琳之间的血墙 太阳拍凌晨一点之后歌的MV时 很苦恼女主人公应该找谁 正好敏笑琳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说,那位可能挺合适 其实太阳心中也有考虑过 在拍摄现场,太阳的嘴都快里到耳朵上了 明明是首悲伤歌曲 应该演出离别的悲伤 他却一直在笑 之后又聊到太阳和敏笑琳暂时分手的事情 基地说,所有恋爱的人都会在心情好或是不好的时候表现出来 唯独太阳特别明显 他是很兴奋的人,但是某天突然不开心还在叹气 这个时候不问他也知道他和敏笑琳之间有不好的事情了 而且全智龙还称,自己是太阳的恋爱指导者 胜利则吐槽说,全智龙虽然经常知道别人 但自己才是最不会恋爱的 太阳还说,大家看外表都以为全智龙是个很会谈恋爱的人 但他只有在暧昧的时候很会欲擒故纵而已 到真的开始谈恋爱的阶段就不是如此了 太阳还开玩笑地指控对方 听他教我的去做,结果和女友的关系变得更不好了 而MC又问太阳 你的心情是被敏笑琳左右的吗 太阳笑着说说,也不是这样 但胜利补刀表示,基本是这样 很好,他感觉了 能不能让你搅拖开玩笑 不是,它对误会 还是许可,我现在觉得 一切片 好,我相信 下一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